不过呢就来简单整理到底这次的课纲怎么会引爆这么大的争议呢 带你来看的是其中的主要关键项目的大约有17项 就包括了把这个正式改为民政 还有呢在这个清朝统治的部分呢把清代改成是清廷 这个呢是名词的部分 但是呢再来看到的是在日本统治跟日本有关的部分呢 其实是把日本统治改为日本殖民多了这两个字 还有呢在这个妇女被迫作为安妇 这个是把她加了进去 另外呢再看到是当代台湾 包括呢把这个光复台湾用来是取代接收台湾 另外还有呢比较大的争议呢 就是呢这个228事件被简化带过